怕我再不给你们拍那个美牙的视频 你们就会愤怒去关我 然后我今天就终于终于终于来给你们讲 其实不是我不说 我很多年前已经发过了 因为我来来回回就是用的牙贴 然后你们每次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已经说烂了 我今天就是再完整的讲一下 有需要想看就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我说一下我这家视频真的纯绿色舞 就是你们可以去翻译一下 和我几年前拍的那个视频 说的是一毛一样 就是真的如果佳姐是你有点良心的话 你来联系一下我 给我打点钱好吗 我说一下我用这个牙贴 最早知道的时候就是K妹的视频 然后他推荐的这个佳姐是美版牙贴 你们搜索的话就搜这几个字就可以 是一个深蓝紫色的包装 你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同时搭配的 还有一个白色的白管的牙膏 也是佳姐是的叫做 3D热感美白牙膏 然后你们就可以一起搭配这个使用 我个人建议就是你们先开始买的时候 只买三对左右 就是分装三到五对那种 然后来自己试一下 如果你自己可以耐受 你再继续使用 因为有好多小朋友 就包括我周围的朋友 他们都是受不了的 这个蓝紫色的本来就属于加强版 有很多小朋友的牙齿 其实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就是 先买分装来试一下 这样子就要不会浪费钱 我最近在用的是这个牙贴 就是什么闪耀顺白牙贴 算是普通版吧 因为我最近觉得我的牙不是那么的白了 就是相对于以前来说 我刚开始用完那个的时候 是16年吧 现在已经五六年过去了 其实在普通正常人来说里面 还是算比较白的 但是跟我当时相比真的差很多 然后这个属于不是那么刺激的 因为我现在的牙 我觉得用加强版会有一点刺激 都有想到有点刺激 就是可能会酸个两天的样子 但是我用这个的话 我就还好 只是为了巩固一下 我牙的情况 所以才使用的 如果你本身牙齿很敏感的话 我就不太推荐你使用 或者你如果很想用很想用 你可以用这一款 不用那个加强版 因为确实会比较刺激 就是我说一点 不管我用什么牙膏 我用的都是它写了美白的 不管它到底能不能美白 我求一个心安理的 我就要用它 我最近在用的是一个是这个 这个叫 加拿大3D美白去牙字双管牙膏 然后它很麻烦 就是要用一次用一 一次用二 一次性你要用两 就是等于你要刷两次才可以 就是会比较麻烦 如果你是那种早上出门比较着急的 我就不太建议你买 因为它确实有一点麻烦 其次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加解式的 就是我还比较相信加解式 我用的牙膏 大多数都是加解式的 这种美白牙膏 对 大多数用的都是加解式的美白牙膏 这个效果我觉得也还行 就是维持我牙的这个程度 或者是让它有一点小小的变白吧 你不要指望它能比牙贴有用 应该是不可能的 其次就是刷牙工具 我个人是觉得电动牙刷存在即合理 确实要比手动的刷的干净一点 而且现在电动牙刷也很普及 就是也很便宜 我建议你们都可以去买 到底还是刷的会比干净一点 其次就是刷牙时间 我个人是一般最少是三分钟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家里乱转 转个十分钟就刷十分钟 你想电动牙刷你手不累啊 你这样子手刷十分钟太恐怖了 就是电动牙刷你就一直让它在嘴里转就好了 反正我个人是刷的时间比较久 就是刷牙时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们可以多刷一段时间 最后最后最后再叮嘱一下大家 少喝咖啡少喝可乐 少抽烟 然后就是尽量少吃那种带色素的东西 因为我本身是不太喜欢吃那些的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很痛苦 但是那种很喜欢喝咖啡啊喝红酒啊 那些小朋友 我建议你们就是可以用吸管 这很贵妇 其实牙齿白一点 涂口红就要好看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热爱口红的话 最后就是祝大家都一个白白的牙牙